好,現在為各位介紹就是Sony Air Racing 在今年下半年度一個在2.3.4升級的部分 我們有多一個強化一個叫Bravia Synth的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我們可以在電視螢幕上面 透過這個Bravia Synth的部分去遙控我們的電視 那這個未來呢,你之前如果有購買過ARK S或NEO的話呢 你也可以透過軟體升級的方式去擁有這樣的功能 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在Sony Air Racing 2.3.4的部分呢 有一個3D的相機的部分 那當你3D相機拍完照片之後呢 你可以透過這個HDMI輸出的部分 然後在我們3D電視上面呢 就可以做一個3D的效果的呈現 那這個有趣的地方是呢 以往我們印象中在3D的照相的部分 就一定要有兩個鏡頭才能拍照 那現在Sony Air Racing 的部分有跟我們的Sony 打法相機或是相機的部分有做一個合作 把他的技術這個3D技術利用在我們的手機 所以未來呢,消費者也可以透過升級的方式 像你跟RX或是NEO的升級成 像這種3D拍照的效果 那我們可以透過一樣的 透過這個Grabia 鏡頭的部分去操作 你可以看到第一波標準的3D效果 顯出來是非常方便 那其實你今年不分高階的中階或低階的 你只要是Android的 2011年的你的機子 你都可以透過身體 就有非常大的功能 對 我eker想洗手時 騙我 是 擁有 我們 我們 també